双手合十 虔诚一败 桃园市长郑文灿为大西工会堂 修缮开工仪式祈福 而这里同时也是讲工行冠 日后同项如何处理 外界关注 我想历史就是历史 那处理历史我们不会粗暴 那包括中正公园 包括工会堂 那我们这次修复虽然没有包括同项的范围 那但是呢 我们会让居民参与讨论 那讨论之后再决定 历史不会粗暴处理 但桃园议员选情可是激战 甚至传出蓝营参选人打算撤换 和党内母鸡陈学生看板旧选情 因为个人的选情不佳 影响到选票 以至于要求陈学生立委来下架 那我想这样子对于我们陈学生立委来讲 也非常的不公平 也非常的无奈 大西经的席次在缩建 形成三抢二局面 又传出蓝营市议员脑内讧 不愿同挂成学生看板 让国民党大打的团阶牌再度破功 环宇新闻层面 许国豪桃园报道